大家好 国内的11假期算是结束了 明天A股就正式恢复交易 整个假期期间 A股海外板块 尤其是新华富士A50 涨的是一塌糊涂 从14000涨到了15600点 就这个涨幅我们大致来算一下 估算一下 大概也就8%到10%之间的涨幅在这浮动 如果换算到上证指数 大概也就是说周一如果涨不均等的情况下 应该在3600点到3700点之间 刚好差不多也就是8%到10% 这个左右的一个暴涨比例 应该说这是绝对是开盘是暴涨式的一个 涨幅 这个涨幅能不能锁得住 我们不知道 反正是整个假期的一个刺激之下 中国的这些九三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而中国政府的这一块呢 也在推出了各种魔幻式的这种政策 很多都是坑人的 你比如说中国结算 明确说了开户 这个复合时间要再度延长 并且明确说 国庆假期开户的这些新开户的这些酒菜们 要到10月9号 方可用于交易 也就是说这些新开户的人 明天你还不能交易 如果明天继续上涨 你还不能第一时间涌进去 要等到后天 也就周三 你才能够赢交易 周三如果再涨的话 那差不多就 基本上到4000点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4000点 那你这是 风险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很高了 你再冲进去的话 脱走的就比较快酒菜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升A50 如果要是明天再涨 按照的比例的话 7%8% 基本上都18000了 你到后天 你那开盘就是2万点 你这个时候 你再让人家去交易 那你这基本上 整个大的行情都算是结束了 你上去 大概率就是接盘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可见 现在这个政策 基本上还是坑你酒菜的 这就是他的调整的一个策略 就是人为制造这种障碍 还让你看得着 就看得见 摸不着的这种感觉 此外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有人问 就是关于国新曼 明天10月8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并且还说了 是以两次的增量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呢 会不会又是新的政策加码 其实呢 这个呢 你要分开来看 它和9月24号 那个政策呢 不太一样了 9月24号也是周二 那一次呢 是央行 证监会 包括静管局 三个 算是副国际部门 找开会议 而这一次呢 是发改委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 发布会的举行的 这个人 还有单位 这个单位呢 主要是以发改委为 主要核心 内容呢 是增量政策 推动经济结构向上 发改委呢 和这个国外这个 就是三大央行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央 即便是降息 降准 或者新的证监会的这个政策 这都是这三个部门推出的 发改委显然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明天 会议内容 大概率不会再有新的 降息降准这种政策了 而是对原先政策的一个修补 根据 就是国家 他发改委 他的政策和机构内容上来看 主要是各种负面清单 人口结构 诸如此类 还有什么其他的能源 价格管控 就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 像此前我们视频做 做出来的关于人口补贴 二孩补贴呢 这个倒有可能在明天的会议政策上进行公布出来 还有一些就业这一块 我估计也会有一些补定 还有些产业类像西部转移这些都有 这是发改委应该公布的这个内容 就目前来看呢 这个内容呢 和相比于9月24号 央行的那一个政策 明显这个力度呢 是不及预趋的 所以对于A股的这个推动力上这一块来说 其实这个药效呢 已经开始有点慢慢的 就不足了 药效的这个猛劲呢 基本上一看 已经达到这个顶边了 后面就是缓慢的一个落 回落 当然是否代表A股回涨 我个人觉得呢 A股还会继续震荡 就是大的一个涨幅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后面呢 应该是高位震荡 不会一波给你跌下来 直接给你眉上了 那也不是现在就要干的事 毕竟这个药效这个劲儿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肯定还会 大概的按照美国这边来进行跌 说到美国这一块 这两天金融市场 美国这一块也是很魔幻 不止中共这个在瞎折腾 美国呢也一样 民主党和中共呢 都是一个尿性 你比如说 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 大潮雨期 结果呢 华尔街立刻 开始转向 说呢 50个基点的降息 9月份 有点过头了 并且说了 接下来11月份 美联储呢 不带50个基点不带降 就连20个基点的降息 也会悬 也就市场 也就市场甚至不再计价 11月份的每年降息了 就是美国 美元降息现在就就此打入了 这是现在华尔街传出的一个消息 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啊 是大涨 10年呢 已经涨到了 接近4%了 这个关口呢 美元 美元指数呢 说实话啊 也是涨得很猛 对一次对应的是什么 日元啊 大度下跌 日元下跌 除了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日本新任的啊 他那个 国家那个元首啊 就开始一改变脸了 一改元年那个常态 又重新啊 回归所谓的鸽派论定 导致日元这两天确实跌得很猛 市场还在猜测 日元套息交易 是否重新回归了 我个人不这样看啊 不过与之相对应的 一个奇迹点呢 就是我现在重仓的 就是黄金这一块 说实话 这一次黄金呢 并没有因为这波美元强势反弹 下跌多少 你可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黄金还是2640多美元 我原先一期应该会回调一波2600 但是呢没有 你可见黄金这个底下的这个 轰接盘呢 有多有多猛猛 前段时间黄金大了 很多人没上 根本没有来得及上车 这一看 这一次呢 一看稍微跌了一波 下面的这个接盘的这个人 资金量呢 应该说是很大的 黄金呢 这也就意味着 后续如果美元 不是那么强势 稍微一反弹 比如现在的时间过来 税率稍微一跌 那么黄金呢 肯定大概率还会要破2700 继续走高 创历史新高的 说完这些啊 咱们回归到这个美元降息这一块 没 非农数据呢 可以肯定 是造假的 是一切配合着美国的 这接下来11月份的大选 就是现在美国所有的这些政策 统统都是围绕着11月份大选来进行上 这是毋庸置疑的 大选以后 美联储至于该怎么样 那就另说了啊 肯定是大幅度的降息 原因无他 仅从国债 美国国债这一块 他就受不了 现在美元进展率还是5%的 你降息降得太慢了 明年的国债这个利息支出 就足够美国新政府 喝一壶的 所以这不是说美国经济好坏 和美国所有的什么工厂啊 就业啊 跟这没关系 跟美国财政能否承担得起 有关系 就是美国过去这两年经济很好 其实无非就是原因 就是美国财政在支出加杠杆 补贴谁呢 补贴美国消费者 补贴美国的这些企业 你既然美国你可以看一下过去这几年 所有的经济数据 美国就业率啊 你说拜登造假 这可以承认啊 有这么一个原因 但并没有完全崩塌 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消费这块财政发 就是发了钱 支持了美国广大消费的 这个支持力度 拜登最明显的 就是到今年十月份啊 十月份的学生贷款 减免贷款 这个月底要结束了 还有其他的这些民主党州 各种发钱 基本上也是到十月底 十月以后 美国的消费 那基本就乏力了 企业这一块啊 解低息贷款 其实也是有这种减免 毕竟以前发了很多大量的低息贷 现在呢 也都陆陆续续 到了 再续的话 就是高息了 所以美国必须要到了降息的时刻 跟通胀不通胀 没有任何关系 通胀哪怕再高 只要拜登政府的这个财政补贴一下 通胀的消费 消费这个支出力度一下降 通胀立马就跌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切都是大选扭曲操作的一个结果 这两个跌在一块啊 就是中国股市美国的这个大选 其实都指向一点什么呢 就是今年年底 十月开始动荡 那么十二月 那估计呢 就和中美股市一起崩塌 这个呢 需要各位呢 密切注意 我现在唯一不确定的 那就是我个人的仓位是黄金啊 其他的A股啊什么的 我都不带碰了啊 因为毕竟黄金这个时候我觉得来的最快 也是最赚钱的 也是最能够拿跌的 关键是这一次美国 如果美国股市大幅会跌 黄金会不会跌啊 这是我现在要纠结的一个问题 啊 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留言 我看看各位呢 对您的看法 就是如果十一月美国啊 美股就是全球股市暴跌的话 流动性紧张 黄金是不是会暴跌 能暴跌的多少 希望各位留言 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好看 谢谢